400多万在深圳能买多大的房子 那今天呢我是要帮一个 在宇宙中心龙华工作的粉丝看访 他来深圳三年已经攒下了100多万了 给你点个赞啊 所以呢他想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那这个预算在深圳可能是比较难一点 所以今天我要去周边给他看一个大户型 我们从深圳北站出发15分钟就到了东莞南站 楼盘距离东莞南站大概是3公里 开车的话也就是10分钟吧 那我们看到整个小区的建设啊 应该其实就按照深圳10万级的住宅的标准来打造的了 而且呢这里是唐下中心湖最后的一块住宅用地了 那它的稀缺程度其实就相当于香蜜湖在深圳的位置 这是一套118平的四房两厅两位的户型 全屋带德系装修总价400多万 那之前我们也看了很多横厅设计的房子 都是那种单面采光通风的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呢是一个双阳台 那形成了一个南北对流 所以说坐在这边沙发上呢会感觉比较舒服一些啊 老人房和儿童房的开间都坐到了三米左右 也是南北通的设计 而且呢他们离宫位都非常的近 那这点设计我觉得是很贴心的啊 因为不管是老人起义或者小孩早上上学的洗漱来说的话 离得近都会方便很多 OK我们来到了主卧的空间 那主卧呢它是做了一个套间的设计了 这边有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里面呢就是卫生间的空间了 那卫生间其实它做的还是挺细心的 非常标准的干湿分区 周末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旁边的湖边露营 骑车放风筝 一家老小生活都可以安排得妥妥的 总外项目周边还有万克生活广场 粤港会天红等大型的商超 日常的生活也是完全的不用担心 金钟博乐这个项目就是在深圳中轴县的一个北沿线上 其实开车过来还是挺方便的 只要30多分钟的时间 毕竟房价只有龙华的一半左右 而且刚才告诉我说 首期只要10万块就可以上车了 对于在深圳的打工人们来说 应该就是撒撒水吧